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Angla JS开发Web 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 指令详解的2 指令作用域 格林作用域 本地作用域的属性 双向数据绑定 复级作用域的绑定 DOM几乎是一样的 作用域的监视 表达事实和传递事件 作用域的特点 首先我们是在初期篇也讲过 作用域提供了一个APIS和Watch 来观察数据模型的变化 这会在高级片的 也会讲详细解释 Watch 作用域的提供是 APIS和APL 将任何模型的改变 从Angla JS领域 通过系统映射到视图上 作用域能通过共享模型成员方式 嵌套到应用组件上 这个作用域 从副作用域 继承属性 作用域提供表达式执行的上下文 比如说URLAM表达式URLAM本身是无意的 除非把它放到指定的URLAM属性中 FormatDate作为数据模型的作用域 作用域的控制器与视图之间 作用域是视图和控制器之间的胶水 在模板链接阶段 指令设置好作用域的 握起表达式 握起使指令能够知晓属性的改变 这使指令能够重新渲染和更新DOM值 在第一节课的一个Hello World Hello AngralJS也讲过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监视了 然后它就是能够指令能够重新渲染 更新DOM东西的值 就是我们编达什么就可以显示什么 那个项目 控制器 和指令都有作用域的引用 但是它不持有对方的 这使控制器能从指令和DOM中脱离出来 这很重要 因为这使控制器完全不需要知道 自己Viu的所认在 这很大的改善的应用的测试 隔离作用域的Score 属性三个选项中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但是也是最大的 对墙的一个隔离作用域的概念 就是面向对象的为基础 它也就相当于端根吧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怎么来说呢 这个我就是在这里来介绍一下吧 隔离作用域隔离且不继承 继承但不隔离 它是这个地方是为FORCE tool的话是继承并隔离 这个地方就是所讲解的 然后它的声明方式是 本地作用域属性是用at符号 本地作用就是相当于 本地符号将本地作用域同DOM属性进行绑定 内部可以指定内部作用域可以使用外部作用域的变量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已经 隔离作用域的概念是面向对象的为基础的 然后我们是双向数据保定 使用等号进行双向数据保定 等号双向数据保定可以通过等号将本地的作用域上的属性 从负极作用域上的属性进行双向的数据保定 就像普通的数据保定一样 本地属性也会反映出负极数据模型所发生的改变 那负极通过这个语来执行负作用域中的函数 负作用域中绑定通过语符号可以通过对负极作用域进行绑定 以便在其运行函数意味着对值进行设置一个 生成一个指向负极作用域的包含函数 这要带有参数的方法 我们需要传递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建议参数的名称值是要传给传递给参数的内容 好 这是大概是给指令一个解释 这个都是一些理论上的解释 但是我们在做项目中还是通过代码来理解 这是我找了一些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步就是引用这个玩意儿 这个不用说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生命的两个Ctrl 首先处始值是A 如果我们这个返回的是True 它会继承并隔离 我们返回的Force的话是继承但不隔离 如果我们使用了那个括号 把它括起来的话 用at 我在这个地方解释以后的话 我们在MVC里面项目中就打两个at符号 要是在其他项目中 可能就会打一个 因为我这个地方要是打一个的话会报错 项目会运行失败 这个地方在这个MVC里面的试图语法 与它冲突了以后 我们可以打两个at符号 并解释以后就是这样的 大家看了以后不要误会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花括号号隔离且不继承 然后我们主要讲的是它的隔离 然后这个是A,B,C,D它们分别不同里面的参数 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 这个是B 然后可以初始化 这是两个是看它是否继承 这也同样的道理 我们将这一个去掉了 所有的呃 初始化的LAM 那个值全部都给它去掉了 然后看它是否有继承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数据 双样数据去保定的一个例子 你看这上面 在这里 在这里 然后我们初始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点击会 呃 相加 相成 来运行一下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效果 这一段代码我应该写在最最上面去 好 这个我们通过原代码来看一下 我们声明了这个MyApp 第一个我们声明了一个初始值 然后给它一个年龄 初始值是A的话 你看 如果我给它B继承并且隔离了 其实它已经继承了 然后我们给它Force 继承但不隔离 初始值是A 然后我们是隔离且不继承 按道理我们这个地方的Lam 我们在上面再给一个 我们在这里 这里不去再详细解释 我们时间控制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 你看 这个是 第一个 我们都有声明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给它隔离 用那个控制器隔离隔离 A比C应该是这个 好 有点混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A比C 我们来标识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A1 A1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这里是A1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来再来看 A1等于ABC A1 它是应该在 这个 应该在 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声明 我们在初始化以后 它是一个ABC 可能这里面的代码删掉一个 可能这里面的代码删掉一个 A B A B A B 这个是A B A B C 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 应该是这样子 首先 我们刚才那个应该写错过的那个例子 现在是A1 A B 这应该是AEA3 好,这个例子我们应该是对的 ABC B,D,D 然后这个是笔 然后这个地方继承了以后 变成了底了 然后我们清理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变成3 我们清理一下再看看一下结果 B,D,D 然后这个是负极 子极 这是它的又是它一个子极 然后这个地方 应该是 我们再把这个地方变一下A,B,C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不去声明 看它是一个什么效果 大家猜一下 因为它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继承了 没有继承的话 它就是一个全部都是A,B,C 咦 看一下 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类目也得去的 这样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初始化 它就是A,B,C 然后我们给它加上一个Ctrl 它就会改变 你看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这里生命了C 按道理这个地方 也就变成了 C 全部都就是C 看了没 它是继承了 以最后一个为准 然后我们把这个C去掉以后 它就是B了 这个开始比较浑 这个看斜多了以后 它就会搞了混淆不清 但是你只要掌握它这个原理以后 就知道怎么去用它 这是怎么样去隔离 然后全部是B 然后我们把它去掉以后 觉得是变成了C 所以说这个就是 作用域的一些用法 要知道它的关系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很多例子 这个很简单 可以理解 这就是ABC了 隔离并不继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双向数据绑定 你看 这个功能的话也是蛮简单的 然后对这两个数据进行绑定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在网上或者是 官方文档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大家可以再下载一下代码 然后去运行一下 就知道了 应该怎么写 这个地方就这样写 好 感谢收看本日教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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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